你 娘 我要成家了 你怎么不问我要娶谁啊 不会是姓傅吧 你怎么知道 她就是姓傅的 聪明伶俐 贤良淑德 还真是十全十美啊 娘 你同意了 我不同意 为什么 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这么得监景生意人啊 堂堂国公府 怎么能跟商骨做亲家 商人怎么了 我喜欢她我就要娶她 那她是哪里人呢 广州 广直线人 广州 广直线人 又为什么 太远 她的双亲不舍得 要是抛下她爹娘 那可就是不孝 不会啊 她爹 她娘 还有她妹 都来查了呀 什么 这是全家上京城来 瞧我儿子来了 不行 为什么 你把衣服够脱了 干吗 我叫你脱你就脱 我不脱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了那个狐狸精 还受了伤 你让我看看 娘 我真的没事 儿啊 你可是娘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你要是敢娶 哪个祸害你的狐狸精 你就不要这个娘了 她和我 你选吧 那我有柔啊 什么 你都不认我心爱的人 你就别认我这儿子 你 你给我站住 你 事到如今 只能出绝招 王妃 人到了 民女傅柔 拜见韩王妃 不知王妃唤民女过来 有何吩咐 住在冰瑶坊的傅永安 是你什么人 是民女的二叔 知道她是做什么的 是黄来顺当铺的供奉 黄来顺当铺 是韩王府的产业 长安居大不易 想要在长安活下去 就要守本分 懂进退 知轻重 谢王妃教导 府里缺一个绣娘 听说你针线活儿不错 就留下来吧 茗玉 要是不识抬举 惹了不该惹的人 不光你 你亲戚们也会跟着遭殃 知道吗 谢王妃提醒 秀儿 给她定一张五年的绣娘宫器 宫钱要双份给 别让人家说我们韩王府刻薄 逢年过节休暮一天 也让她回去见见父母 其余时间 不许她出府半步 是 娘 你这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生病了 还不是被你气的 我哪儿气你了 如而不来就 胸口疼 好疼啊 胸口好疼啊 这楚令楚君怎么了 娘都病成痴 神影都没了 不用他们 你才就行 穆儿啊 你可不能丢下生命的娘啊 怎么会丢下娘呢 你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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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我不走 我不走 怎么 想等我弟弟来救你啊 别指望了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那儿 本王妃保证 你二叔一家 在长安不会断了生计 多谢王妃 也给了民女五年的生计 下去吧 是 娘是杞人忧天了 虽是商户之女 但还算断装 没资格做楚慕的妻 做妾倒还说得过去 王妃真是慈悲心肠 身在皇家 心软不是好事啊 这高门大户 忠明顶时的 门第呀 就是个坎 多少人栽死在这个上头 先让她待在府里 学学规矩 也总比楚慕 硬把她弄进门 最后 倒把她葬送在里面的好 你以后就住这儿 多谢修二姐姐 你怎么知道我叫修二 刚刚听到韩王妃这么叫的 你还挺机灵 我走了 你自己收拾吧 新来的 这都是你的活 快些修补 要是偷懒了 小心爱卢伯伯地打 大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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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楚慕 姐姐 姐姐 柔儿呢 你没把她怎么样吧 你居然在这儿拔剑 不是 拔剑 哪又怎么样呢 你以为这是你榴莲坊间的青楼 这是韩王府 当今圣上四子 韩王号的府邸 我也是一只心结才这样 你懂了兵法 习了骑射 姐姐以为你长进了 没想到你比以前更糊涂 一个名女 就能让你在王府拔剑叫嚣 若是将来再有大一点的事 你岂不是要闯宫 你是要把整个鲁国公府 都葬送在你的手上吗 我错了 可是姐姐 这跟柔儿没有关系 你能不能把它还给我 不行